大家都不會拍啊 所以剛才看到 我們正木瓜這些農民 比較想到很純粗 他也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但是他會很奇怪 除了說對馬英九這樣態度以外 我實在很喜歡等他聽說 你們那個農委會主委說 木瓜一根16塊6塊 說我們都笑味道 馬英九總統你為什麼不帶他來看 那個在台北 我們老要跟民進黨辯論 中公國小公一根16塊6塊 我們現在是這個價錢 我們如果沒找也不會出去了 你總統紀念來 為什麼不帶那個來 你叫一個黃雄財富主委來 說這裡不會 換百位不會 到底什麼人要買 你也教我們什麼人要買 所以剛才講 馬英九說你的就是我的 我們是兄弟 不是你的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你的記者接受三例 你訪問的時候說救了那個什麼 紀論 紀論 紀論才不救我不配當總統 結果現在一間已經叫我們下市 一間現在才算兩三個 他也還在幹總統 他也不因為說 我的北公家這位 我實在很堅強 他也不扮 所以現在農民已經不聽 他說那位也說你沒有路應 你這樣看還是沒有路應 你帶一個不知道事情的 副主委後面的國民都好選人 冰冬館長在哪裡 這些農會頭人在哪裡 你為什麼不交代要怎麼處理 聽這些主管說給我聽 坐在那現聽 你叫副主委說 你要怎麼處理說給我聽 不是說我做筆記 回到台北這裡來改館 做三年半 你不知道像你去問說 人家有幾種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做筆記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他現在公務員加薪3%真爽 榮民加薪600爽 榮民你是我兄弟 你活該 你去農事地 你贏了總統他丟三年半 你最沒辦法 你知道這種東西 你不要說去那裡賣 賣家裡說 歷歷皆辛苦你知道 農民你是產的甘水嫁當 你怎麼知道 到現在跟你說幾塊 你都不知道 是 徐老師 洪憶我覺得國庫大哥 今天要跟屏東的農民道歉 昨天一直在講說 馬總統去會買啦 會把國務基調費拿出來買啦 國王大哥他今天連買都沒買 就是因為你昨天講了 所以他不買 國王大哥今天一箱都沒有買 他今天生日 他不是說要買一些 送回去給部位嗎 沒有 國王大哥他今天連買都沒有買 弘毅 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不是啦 你的票 你的選票是我的選票 今天去收選票的 我本來以為 農委會是主委有問題 我發現副主委更天才 那你就不要賣 放在樹上 不要摘啊 放在冰箱裡面 晚上自己吃啊 弘毅 我們有這樣的副主委 農業問題全部解決 你這個稻米太便宜 就不要賣啊 放在家裡發芽 對不對 還可以吃豆芽菜啊 對啊 香蕉太便宜 兩塊來收 不要給它收啊 幹嘛 在家裡曬香蕉乾是不是 弘毅 我們也這樣副主委 陪著總統去 兩個人想去幹什麼 惡人組喔 來騙選票啊 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不是啊 你的選票才是我的選票 今天馬英九 我還以為真的像國中大哥講 至少掏點錢買點香蕉 買點木瓜 要不然就講個什麼 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弘毅沒有 他不能買 今天我很煩惱他 你知道嗎 嗯 那是說農民心中軟 總統買了一點 我們也不要對他想 我真的很怕他買 弘毅他今天連買都不買 我意思是說 他真的覺得這些選票很好騙 他覺得他去 整個農業問題就解決了 我真的覺得說 台灣農民正義程度越來越高 所以你不要來這邊作秀 你要怎樣 我覺得喔 這個農民 剛才這位農民 你不只說叫他不要來作秀 如果問題沒解決 真的拿個什麼掃把 把他趕出去 我覺得這個才會讓馬英九有警惕 是 我是很怕這個農民 明後天因為這句話 馬英九被罵又被逼出來說 大家不要再罵總統了 又是媒體扭曲誤導 我很怕 馬英九今天連香蕉都不敢去看 他去屏洞的長寺 架一條架架架 他連香蕉都不敢去看 香蕉算了我不看了 反正那已經爛掉了 我就不看了 今天馬英九是去解決問題嗎 不是 他是去選舉的 我今天我如果是總統 我要賓冬 我要看木櫃 我的統籍賓冬館上有嗎 他的統籍賓冬館都入局上有嗎 這兩個人一定會高 因為這兩個人最了解 你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總統來幫你倒三天來倒處理 結果不是 帶兩個國民黨候選人 那是假的國民黨賓冬第三的候選人 潘莫的那一區還沒拿名 今天我帶三人去 你帶兩個候選人是去選舉 他不是去解決問題 他解決問題是這樣解決嗎 總統今天怎麼講 解決問題 發動部會團購 發動部會團購 這個不用總統來做 這個叫在野的民進黨來做就可以 民進黨也可以發動全國各縣市的黨部 我們來團購木瓜團購香蕉 問題是可以買多少 你現在沒過的問題解決了 選哪個問題 選來牛丁 如果高雷財 問題又出現呢 繼續團購 總統乾脆這樣講 說以後台灣只要有農產品盛產 這個價錢太低 公務員通通不發現金 發農產品 這樣我還是講說有農產 讚 還是你宣誓說 下個月開始公務員加薪的那個3% 換成木瓜跟香蕉 公務員這樣也不是活該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你總統你要解決問題 你要拿出辦法來 聽說今天媽媽叫生日 他選擇跟誰一起過生日 跟英明 不是跟最辛苦的農民 跟英明過生日 你說你生日要快樂去 英明那裡有掌聲 我也認了 他今天許一個什麼願望 說願台灣人都快樂 一個總統 你有最大的管理 你有行政管 你有立法管 你可以讓很多台灣人都很快樂 結果你竟然許一個心願 叫做願台灣人都快樂 我覺得選舉中總統 真的 我覺得你今天如果你要去解決問題 不是這個態度 結果我覺得他是 聽說明天要去宜蘭 後來要去業委員 後來要去台南 他連續要拜三天 他很簡單 你民進黨吵這個問題 好 要選舉操作 我來操作 你講哪裡 我就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 你真的要解決問題 麻煩你拿出政策來 不是去那邊作秀 有什麼我覺得 總統真的要解決問題 應該是下來 好好地請教 好 這個圓什麼 圓越鄉 圓越鄉 小姐說 他說 肥料 運費 人力費用 等成本 太高 一箱賺不到五十塊 總統總是可以問嘛 肥料是貴在哪裡 肥料什麼人說 肥料我可以控制 肥料我可以控制 我是總統 台肥在供應 我可不可以馬上讓肥料 這個降價 再來 運費是什麼人說 做油公司 有啊 那農民可不可以讓他買油的時候 降低呢 補助呢 這都是你做得到的事情嘛 再來一說剝削 剝削當然要回去好好的檢討 這剝削不是說馬上就可以改變 我覺得但是最重要都不是這裡嘛 最重要是 總統一國會這邊三%的那個什麼 薪水調下去 多少 一萬四千塊 一萬四千塊嘛 總統你可以說 我一國會條心一萬四塊 農委會主委條心多少 五千四 那天有卡一塊嘛 五千四 英靈 本來現在一國會一萬三千五百五 我把他條到一萬四千一百五 你們老人實在說苦力 我把你們條一千 六千變七千 這是我做得到的事情 政老人體三千 我把他條做四千 這是我做得到 我總統我做得到 不用你這樣計嘛 所以我說總統有心沒心在這裡嘛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膠農怎麼反應 來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